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穿旗袍这样的一个形象 很实际的 非常方便 在一般人的眼中 周玉琴就是一名女强人 她掌管上司公司海峡贸易 在最新福布斯新加坡富豪榜上 她是唯一的女性 不过 我今天和她见面的地方 并不是她的办公室 而是约在一栋富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里 这是她的外公 也就是本地著名华商陈振传先生留下来的房子 你好 女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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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一路上从这里走上来 发现它的外观非常特别 这是一栋非常旧的洋房 但是它后面却建了一座 很高的现代化的公寓 那么这么旧的洋房 是在什么时候建的呢 这是三十年代建的 所以有这么悠久的历史 应该有很多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也有有趣的故事 那其实它的外观也很特别 我看到一个圆顶 圆顶是跟着印度豪宅设计 那时代它们有不同的想法 里面也有两人的石砖 也有印度的风格 有很多不同的殖民地的风格 就是很多不同的风格 融入在一栋建筑物里 那待会儿我应该有机会上去看看吧 好 我们去看一下 这座房子是陈家跟先生建的 那我外公三十年代买的 那么在2003年的时候 这个洋房被列为受保留建筑物 那么因为刚才我看到就是现代化的建筑物 还再加上一个受保留建筑 这样的一个结合 它真的在建筑价值上是非常高的 所以也难怪2008年的时候 就获得了受保留建筑物的文化奖 我真的很期待去看一下内部 请进来 这整个建筑物墙上挂满了照片 还有墙壮 还有很多的摆设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故事要跟我分享 有很多故事 所以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呢 从这边开始 这是我家庭挂的照片 上面是外公外婆 那中间是我外公和他弟弟 下面就是我外公 外婆 舅舅 这边是我舅舅 我妈妈 姨妈 上面有趣的照片 那是第二次大战争以后 有英国军管着新加坡 那个时候所以看到的是 陈振传先生穿的是军服 穿的是军服 还有那张就是陈振传先生和外婆结婚的 结婚照 好 好 再看一下其他的部分 非常感谢你接受华语电视节目的访问 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华语访问 所以有些部分我需要用英文回答 没有问题 你从小就住在这栋房子里 是我从小住在这里 所以这些年来 外公对你的主要影响是在哪里 我认为他最大的影响是 我认为他最大的影响是 它的影响 你知不知道他很特别 那当你做的事情 你必须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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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做得正确 和正确实 你必须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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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些事情 在很多地方 我认为它有很多帮助我 我做的事情 而且你不在乎 你必须做的事情 你必须做的事情 很多时候 你以为你预想 你有没有想过 他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所以当时大家是坐在这里 一起吃饭的吗 是 大家一起在这餐厨吃的 这桌子以前是在后面的 把它移过来了 移过来的 所以这里的家具 是不是都保留着原来的 洋房里的家具 这家具是第二次大战争以后 留下来的 那么除了就是家具 还稍微保留之外 它的整个格局有没有改变呢 装修过 这个房子间隔改掉 那个家具是原来的 那么目前洋房主要是要工作 什么用途的呢 现在我们把它举办了社交活动 也是举办了城镇传 基金有关的活动 好 那我们到二楼去看一下 好 我们去 这旋转楼梯是新的 是2005年建的 以前旧的楼梯是在中间 所以我们把旧的楼梯拆掉 这张照片是洋房原来的面貌吗 是 这房子是三十年代建的 这是原来的建的 好 那里还有另外一张照片 这是我们1969年 为了房子空间 所以增加了一层楼 就是增加一层 原本是两层楼 原本是两层楼 那这里是花园吗 这是花园 我们以前有很大的花园 你小时候会在花园里玩吗 是 在花园里玩的 就跟兄弟姐妹在里面玩 是 跟兄弟姐妹玩 好 然后你说 这边是 我们 你看这是 我们本来的花园是这么大的 可是在90年代 为了马路扩大 所以我们那花园被证用 所以这整片原本是花园 不 这整片花园 这整片就是花园 最后来被证用 最后来政府证用到了这边 在重建房子以后 又被 土地又被证用 所以后来就到了这边 很大的一片花园 很大的花园 我们重建房子 因为旧房子没有地基 所以为了建公寓在后面 我们就要加强旧房子的地基 好 我们看一下二楼的情况 那我知道你在大学毕业之后 第一份工作就是律师 是 然后你是在怎么样情况下 加入家族企业的呢 我的祖父母一直请我 加入家族房子 但是在那时 我已经工作了 作为律师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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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者 不愿意 但有些状态 所以我改变了 我认识 然后我去见祖父母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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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980年代 当人不禁销 我认识 我的祖父母很生气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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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 你认识 你还会选择我 是否还在开门 他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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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我 有很好的交友 我们得选择 我们得选择 我认识 但我认识 我们不能够工作 所以我认识 你很大把 对 所以我认识 你有很好的交友 但你可能不够工作 所以我认识 他 我认识 两年 如果两年 我认识 你不够工作 或你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 不够工作 他认识 他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 然后就这样做了 到现在还成了外公的接班人 对 这个地方就像是一个博物馆 所以展示柜里展示的都是些什么物品呢 这是纪念价值的 这是我外公的日记 你看这是旧的 这个是特别有趣 这是1945年第二次大战争以后 他回到新加坡 对 所以他写 英文写到 回到家里了 也有很多很有历史价值的照片 我要看到一些人像 这些人像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我外公尊敬的人物 他会收藏他们的人像 所以这个是美国总统 Abraham Lincoln 这是英国的首相 Winston Churchill 都非常有历史价值 那除了外公的日记 还有这些人像之外 你觉得整个房子 还有哪个角落 是最有纪念价值的呢 我想这个角落是很有趣的 因为这角落是我外公工作的地方 我外公很少睡觉的 看起来好像整天做工的 真的 他上班以后六点钟左右回来 休息一下就在做工 吃了晚饭又在做 他有这个习惯 他十点 十一点钟睡觉 两三点早上又在做工 又回去睡觉 这里就是陈振传先生以前办公桌吗 对 这是他办公桌 这是本来用的文具 这字典是他同事送给他的 是二十年代说的 看来很有历史价值 而且非常厚的一本 是什么字典呢 是英文字典 他年轻的时候抽雪茄 可是他发觉抽雪茄 对身体不好的 所以他就决定停职 所以后来戒烟了 后来就戒烟 后面还有一个梳妆台 看起来很有趣 这里有几张照片 这不是梳妆 这是衣柜上面是有镜子的 所以以前有的习惯 就是把照片放在这里 所以这是我妈妈 我姨妈 这是我妹妹 弟弟和我 还有你 这是几岁的时候呢 我想13岁左右 非常清晨 这张呢 这是马慧委员 所以是陈振川先生 担任马慧委员时候拍摄的 是 拍到 和你外公一起工作 是怎么样的呢 我祖父是一个很艰难的 工作人员 但你并没有承认他 工作人员 所以你必须决定 决定他 当我开始工作 工作人员 是很艰难的 因为我一位 律师 我经常决定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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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着我们 说 你不能学习吗 你愚蠢吗 然后我们都要回来 读书 解决一下 然后解决一下 我们其实有办法 我们有钱 但是很努力 我认为一个想法是 如果一个情况需要 你必须解决一下 你必须使用 任何资源 这里怎么会有一张椅子呢 这椅子有很有趣的故事 我本来不喜欢这把椅子 因为它跟其他不配 可是我外公不愿意把它移动 我每次要把它移动 他说别动 后来我才了解 第二次大战争以后 他回来新加坡的时候 全家没有家具 只剩下这把椅子 所以很有意义的一张椅子 是 而且你看上面 有一张准阵 这是英伯君允许我外公去找他的家具 所以他想要寻找其他 寻找其他的 遗落其他地方的家具 要到别人家里去找 所以需要一张准阵 原来如此 你的外公在2005年去世之后 你会想念他吗 是的 但是它是不同 你会经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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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具 人家不再生成这样 我住在一间房间 但是我认为 人家经常到 在一间房间的质量 你会经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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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些ирia 我会经常到 你会经常到 ÍT 那么 但最终的决定是你自己的 你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认为 有什么不错在 与你的历史上 我认为历史是重要的 因为它使用你 去看事情不同 当我看这个房子 我认为我认识的人 我认为我非常幸运 所以哪一位是你外婆呢 这是我外婆 这里 穿旗袍的 这个也是我外婆 然后 这里呢 这里是这个 所以它就是娘人 是土生华人 它是娘人的 所以你会讲马来话吗 我会讲一点马来话 我想除了物件之外 这里应该也有不少大人物到访过吧 是 在这房间里 我遇到了很多很有趣的人 这个是马来亚第一任首相 东库·Abdurrahman 那这个是马来亚的总督 Malcolm McDonnell 都来过这个房子 都来过这个房子 那当中你有见过谁吗 我见过 我见过Malcolm McDonnell 我见过东库·Abdurrahman 我见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年纪很大 她是个很温文耳雅的人 我的外公跟Tuku·Abdurrahman 是很好的朋友 他们两个供养了两匹马 一匹叫做Tatia Kawan 意思是马来话 意思就是真正的友情 另外一个叫做 英文叫做Tatia Kawan 也是同样的意思 是同样的意思 一个以马来文来命名 一个以英语来命名 命名 那Malcolm McDonnell 他常到我们的家里住 那时候新加坡 没那么多旅馆 所以是当时的习惯 朋友到家里来住 所以你有机会跟她 直接地接触和交谈吗 对 她是个很有趣的 而且非常友善的人 所以她来的时候 喜欢跟我们孩子玩 她可以用手走路 也可以用手站 她整个人倒立行走 倒立行走 真没想到 而且她不只是跟小孩子玩 她对我们的家里的厨师 师机都很友善的 每次来的时候 就问他们怎么样 她回去的时候 也是到后面 去感谢他们的照顾 非常 我也没想到 另一个有趣的人 是David Marshall 他很色彩 他很强的角色 所以我还记得 小孩子阿玥 我们在晚聊天 不过 她喜欢在厨师 她也像个演员 她走开 她怎么过来 然后她有发�想 她们的毛巾 得有表情 但我又在年轻的 我空年轻的 她实际上 对她的头像 我认为 两个事 她说 这一人 不不看他 她是准备 任何一个人 我认为 第二个 我觉得 这些人 也认为年轻人会判断未来 看了这段访问之后 你可能会觉得周玉琴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多过在说自己 我只能够说周玉琴非常地强调个人经历 也很重视历史 虽然说历史不能够决定未来 但是她觉得个人的经历 是塑造个人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如果要了解周玉琴的话 就必须先了解她曾经经历过什么 也因为这样她很大方地开放了陈振船大厦 让我们拍摄 因为这里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 这里有她很多的回忆 然后从这座洋房的变迁 还有她一家人在这里的生活 以及她在成长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人等等的 让我们既不认识周玉琴 周玉琴的外公陈振船先生 不是华侨银行的创办人 但是他有个称号 那就是华侨银行先生 这是因为在她担任主席期间 华侨银行的业务茁壮成长 还买下了多家知名公司的股份 不过后来条例改变 银行不能够持有非金融业务公司的股份 周玉琴试图买下当中几家的控制权 因为这毕竟是外公一辈子的心血 可惜都不成功 最终她还是打赢了一场激烈的收购战 成功满入其中一家 那就是海峡贸易 从此之后 企业界没有人不认识周玉琴 你好 早安 你好 欢迎来到我办公室 所以这里除了是海峡贸易的办公室之外 还有其他公司吗 是 一份是海峡贸易公司 另一个就是城镇传家族办公室 我看到一幅你的画像 我们去看一下 这幅画像把你画得很传承 这是2014年画的 是我获得那年度加商人的奖品 就是结出商人奖的时候的奖项 前面还有一些照片 这是海峡贸易历任主席 海峡贸易是1887年装扮的 是James Sword和Hermann Mullinghoff 两个是苏格兰人 那我看到前面都是洋人 是 我外公是第一个亚洲主席 是的 是到了1965年 第一位亚洲人当家族 对 因为那时候他们有殖民地的态度 所以觉得亚洲人没有洋人的本领 就是没那么能干就对了 没那么能干 可是后期都是 都是 都是华人 对 接下来呢 这是以前矿系的情况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是很辛苦的 是 这是西逛厂的采矿 西逛厂的采矿 那时是1887年 是1887年 那这是1972年 他们所建的第一个高楼建筑 就是海峡贸易低东大楼 对 2008年的时候呢 那是我们陈正传家族公司 购买了海峡贸易 是 然后这个又代表了什么呢 我们买海峡贸易以后 他们开始以前就有三间酒店 新加坡第一间 在澳洲 澳洲 也有多两间 后来我们跟那个 Far East Organization联合起来 这个呢就是现在的情形 海峡贸易有了很多什么呢 什么呢 Joint Ventures 我们有20%的股份 还有跟那个Far East Organization联合起来 还有一个叫做Straight Real Estate 是投资地产 在新加坡 澳洲 韩国 马来西亚 中国 是 那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西专 像是牌匾 就是牌匾 是我们2010年开那个 Straight Trading Building的牌匾 当时的副总理张志贤先生 开幕的 开幕的 这些是什么呢 这些是什么呢 这些是我们在工厅里 找到工厅里的 但是很有趣 这些是古墩 这些是 所以接下来可以参观你的办公室吗 可以 之前我们在陈正传大厦里 你和我分享了很多 关于那栋房子的故事 也谈了很多你的一些童年回忆 那今天其实就是谈一下 你的工作方面的一些心得和想法 那其实人们开始认识到你 是在你收购海峡贸易之后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决定收购海峡贸易呢 而不是华侨银行欺嫁其他公司 如果你看抢算卦的照片 你会发现我的外公是 第一个亚洲主席 他觉得二战以后 英军折退新加坡 亚洲人能够维护自己的利益 能够填补英国军的空缺是好的 所以海峡贸易是表现 亚洲人的自己的利益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 他去世以前 他告诉我 他买的公司在八十年代 称为华侨银行联宁公司 他觉得这些公司为好 所以说这些公司是他一辈子的工作 希望我能够保住一个 所以当时你有尝试收购其他的公司吗 我用英文解释 是 我试试买华侧银行销 但我不能够维护 然后我试试买华侧银行销 而且我没有够维护 所以交易是最后的努力 当时的那个情况相当激烈 因为我有注意 我相信就是一来一往 有没有什么就是收购之后的感受 是怎样的呢 收购我以后就很高兴 可是也有点担心 有点害怕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需要 管住一个挂牌的公司 到你的办公室去看看 是 这是我的办公室 所以你多常进来呢 你会每天来吗 我每天来的 我们三年前搬进来的 这就是你的办公室 这就是你的办公室 你的办公室很特别 好高喔 可以抬上 平时你就是站着办公的吗 是 我在办公室 然后这个高度就是 根据你的身高调整的吗 是 对的 所以这个抬上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比较方便 因为有时候我不要做的整天 所以如果打字的时候 就要抬到这边 如果看得就高一点 因为要跟着眼睛同样的 视线 视线 然后你刚才有说到 说你是用一个软件 特别的软件 是 你可以示范给我看吗 可以 当然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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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喔 几秒钟的时间 完全不需要打 有点 有些是错的 可是我需要编辑一下 所以自己要更改 例如那个名字 名字 一般上他们没有办法 尤其是中文名字 然后它的标点符号 这些可能也要改一下 对 要改一下 除了以外 没什么改 对 非常的方便 很方便 很快 有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对 好 那这套软件我可以用吗 当然 还是说它只听你的指令 每个人都可以用 真的 那我试一下 你试一下 所以这个我也要戴上 是 这边吗 这边 好 亲爱的Chu 谢谢我们的节目 认识认识认识 认识认识 认识认识 你认识认识 好快 不错 不过姓氏 挺漂亮 已经要改改 对…非常方便 很方便 对 我也很喜欢 那之前我们在陈正传大厦 你也有谈到很多关于你外公的故事 和他对你的影响 那在工作上 你有说过 他其实时常会质询你 就是继续问你 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去思考 这个可能课题的各方面 所以他的这个做法 有没有影响你在管理公司方面 对 对 对 你也必须要成为一个教练 你应该不会只是告诉他们什么 然后你会做自己的事情 你应该尝试教练和向他们 让他们认识 所以你会尝试所有人在你身上 而非只是用他们的肩膀和肩膀 你的办公室还有一幅油画一些照片 它们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油画是我的朋友何自立博士画的 是Pula Ubin 我买了是支持他 这幅诗很有趣的 我喜欢这首诗 英文叫做《If》 它是写成Rajat Kipling 他是《Jungle Book Kim》 他写这个为父亲 幸运是他的父亲死亡 我认识他在世界一 我认识它们讲到生命 和生命的重点和重点 是什么刺激你 在这首诗 我认识它们的故事 不仅是什么刺激我 而是因为 我认识它们试试它们试试 说你生活是平衡的 它不是黑和白 它是黑 有很多情况 你应该不会太厉害 我认识 今天 人们试试 所以事情是正确的 正确的 但是生活比起来更加困难 他在收购海峡贸易之后 周玉琴说其实那是他第一次管理上市公司 而且很快就碰到了全球金融风暴 那我听他分享他的经历的时候 我就发现其实他有很多一般人没有的机会 去尝试做他的第一次 例如第一次买地皮 第一次做外汇交易等等的 但是我觉得机会就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他在陈振传先生身边工作了许多年之后 以外孙女的身份继承了家族生意 这在华商家族的世界里是相当罕见的 而且他也把海峡贸易从一加一采矿为主 不太受投资者注意的上市公司 打造成为以房地产投资为主的公司 而且不断有新的发展 这些成就都是受到企业界认可的 这里别有洞天 这是阳台 原本是 现在还是阳台 现在还是阳台 可是原来的房子没有窗户 所以以前下雨时那个雨会进来 所以我小时候记得要下雨的时候 然后工人会马上爬这边 把那个竹帘拉下来 好 然后这里的地砖看起来也很独特 这是娘人地砖 窗户门口都是欧洲的 欧洲式的 所以那时候商人所喜欢的东西 比如是欧式或者是娘人 他就一起排下来 就把自己喜欢的所有的风格都融入在 全入都放在一起 房子里 放在一起 所以这里还有什么有趣的回忆吗 是 我们在这里 我小时候是在这里吃早餐 那旁边我们又养了很多鸟 我们在让时光倒流到你童年的时候 你对这栋洋房的童年回忆是怎样的呢 我们永远有传统的家庭 我姨姨、我叔叔、他们的儿子 它们永远不吭 我祖父亲有一个声音问题 所以我认为他的声音问题 它特别吭 因为他不能承讨我们的声音 他不能听到声音 所以我们把鸟放在楼上 我告诉你 然后我们有鸟 然后有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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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鸟 然后鸟 鸟 经常保持鸡 所以在早上 你拿鸟 那是一个很热 很漂亮的家庭 很像是肝膀的生活 那是对 那是对 我认为它差不多 然后有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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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你会有一个 一人说的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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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 所以你童年的生活 好像非常愉快 多姿都在 很开心 所以你是一个很快乐的小孩 通常是 一直到长大 一路上就是求学的生涯 也都是这样的 不真的 学校是很挑战的 但是家庭是很开心的 那我记得你也是 新加坡女子中学的校友 对 是 那么你觉得这学校 对你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影响 或者你求学的时候 你学到了什么 那我知道你在大学毕业之后 第一份工作就是律师 是 所以当律师一直是你的目标吗 你认为了 我其实没有想到 什么我想要做 我非常幸运 我非常幸运 我没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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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几个人 我没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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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只是决定 就是在媒体的访问的时候 一般上我们看到的都是 你谈到你的外公 比较少谈到你的父母 所以他们对你的影响是在哪里方面的 我没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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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可以感觉就是整个访谈当中 你就一直在强调女性 应该也有一个 自己的平等的机会 对 然后有梦想就应该去追 其实很多时候我看到你 就是在媒体上或者是荧光幕上 你的形象就是一个女强人 其实很严肃的 就是直到我跟你接触之后 才觉得这是荧幕上的那个形象 这是我爸爸的影响的感觉 其实你也是很亲和的 也就是很友善 对 也很亲和 然后当我跟同事说要 访问你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第一印象问我就是 就是那个时常穿旗袍的周玉琴吗 所以为什么会这么喜欢 穿旗袍这样的一个形象呢 这是有趣的原因 非常实际 你毕竟没必须想要穿什么 是真的 因为比较实际的问题 就是很实际的 非常方便 你看起来 男人穿的衣服是很方便的 男人穿的每天都是一样 如果你是女人是很麻烦 要想怎么样配 什么颜色 那晚上穿一件 白天也是穿 可是旗袍很方便 白天晚上都是一样 所以白天一个场合到晚上都可以用 一整天都可以用 可能我接下来也要向你学习 去定制一件旗袍 有机会我跟你要 你旗袍师傅的联络方式 好 谢谢 在做这个访问之前 我没有见过周玉琴 那我对她的认识主要是来自媒体的报道 如果要我形容的话 我会说她就是那个外形冷冷的 而且总是穿着旗袍的女商人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 例如她没有穿旗袍 原来她也有没有穿旗袍的时候 而且她在形容自己的经历的时候 我没想到是可以那么地生动的 在谈到有趣的地方的时候 她开怀大笑 笑得就像是一个少女一样 而且中文不是她的主要用语 但是她很欣然地接受我们的访问邀请 而我也知道她为了准备这个访问 她花了很多时间来练习华文华语 看来她很喜欢挑战自己 所以这种自我挑战的精神 可能就是推动她在事业上 不断寻求突破的一个主要动力 而她说过的一句话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就是不要害怕自己没做过的事 第一次的经历 往往没有想象中可怕 那这句话不会用来鞭策我自己 好吗 谢谢 你没有想象中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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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想象中的答案 是的 那是一个很好的 idea 其实你很好 你做得到的答案 你做得到的答案 那是好的 那些答案 我更加困难 我会想象中的答案 如果我可以解决它 我会想象中的答案 我会想象中的答案